异性关系再好,也不要做这些事,很容易越界,别不明白 我们都有很多异性朋友,有些是特别铁的哥们 但在双方都没有男女朋友的前提下,你们怎么相处都没有关系 但如果双方都有了另一半,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越界 不然就有可能引起伴侣的误会,更严重的导致分手 许多人总是不当回事,总觉得我们就是好朋友 亲密一点有什么,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相处的,也没出什么问题呀 以前没事,是因为你们都是单身,就算发展也可以 而现在都有了伴侣,你们还这样,一定会让伴侣反感,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为了无需有的矛盾,自己注意点也没什么不好 异性关系再好,也不要做这些事,很容易越界,别不明白 第一,两个人之间不能暧昧,有些异性问你喜不喜欢他时 你总会犹豫不决,这无形中给了对方希望 而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就是在给对方机会 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 所以当异性表达想要和你在一起时,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不能装洒,也不能犹豫,你要明确告诉他行或不行 这样就是保持距离,不会让对方误会 异性关系再好,两个人之间也不能有暧昧的关系 或者是他很喜欢你,你却没有拒绝他 这样的关系又怎么能让你的伴侣放心呢 第二,不能有肢体接触 有许多异性朋友总是把握不好分寸 在对方已经有伴侣的情况下,还是和以前一样勾肩搭背 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之前陈一涵和修杰凯在一起合照的照片 之前陈一涵和修杰凯在一起合照的照片就被推上了热搜 这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这个度 毕竟修杰凯已经是贾静文的老公 你这样抱着他和孩子一起合照,倒显得你们才是一家人 这当贾静文怎么想 异性关系再好,也要有界限感 不能跨过这条线 尤其知道对方已婚,更是不能再有自体接触 不要任性的觉得还和从前一样 第三,不要经常在半夜给对方发消息 其实我觉得这个信号有点像男女朋友 根本不像普通异性朋友 你睡不着了就在半夜给他发消息 让他陪你一会儿,这明显就是越界 之前有一期节目,男生大半夜跑出去接一个女生 把女朋友晾一旁,女朋友当然很生气 观念他知道那个女生很喜欢他的男朋友 其实男生大半夜的会去接那位女生 至少说明关系还是比普通朋友更近一点 不然不会那么晚了,还出去接他 这样的不恰当,已经失了分寸,属于越界了 骨鱼有云,发忽情,只忽理 任何感情都有一个底线,不要轻易触碰 也可以两个人交往时就先开层布公,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 也希望他能在你让他不适时及时告诉你 这样你们之间的矛盾相对就会少一些 因为之前有过交流,只要还在乎对方,也就不会轻易碰触 异性关系再好,也不要说不该做的话 不要做不该有的亲密动作,这些已经算越界了 如果你还在乎伴侣的感受,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你爱他,不想让他委屈,更不想让他生气 所以你会守好自己的界限 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自己心里都有感层 也只有这样懂得保持距离的男人 才会在交往过程中不会受伤害 两个人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